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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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俗魅俗的节目不用 格调不高的节目不用 有污点和道德瑕疵的演员不动 如吸过毒的明星 打过架的艺人 搞婚外恋的明星 观众口碑不好片酬 却是天价的影视明星等等之类的艺人 要是春晚是通通拒绝 据悉 今年春晚还有欢乐送舞美 蒋新 杨子 刘涛 王子文 乔欣 成龙大哥与郭东霖搭档表演小品 此外 还有多组港台明星 将参与春晚歌舞类节目 如陈伟婷 容祖儿 古去鸡粉 分享 在相关热读上护彩陷入离婚危机 自曝新年独自在家中庆祝搜狐娱乐训 编译道美濃 女演员上护彩 日前出席了在东京都内举办了新广告发布会活动 活动中她身着一袭亮色短裙 以十几岁时的短发造型登场 突然的形象转变也让在场记者猜测 她目前是否遇到什么生活上的问题 在活动发言中上护彩 也隐约透露出婚姻生活似乎不顺 疑似陷入离婚危机 上护彩与丈夫XL成员Hirone在去年 秋季时曾被周刊媒体 报道陷入离婚危机 她突然转变形象也似乎是离婚前奏 但在提问中上护彩 仅表示换形象是想换了心情 同时她自报新年到数十 自己将女儿哄睡之后 独自一人在客厅看电视 小小庆祝 不禁让人怀疑她与Hirone夫妻感情出现问题 不过随后她补充到元旦之后 和很多家人一起去了广岛进行家族旅行 Hirone出身广岛 回到丈夫老家进行家族旅行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她回避了丈夫Hirone是否同行的提问 根据相关人士爆料 去年年末X5如往常一样 照应年底多活动的旗下数个音乐组合唱节目 确实在新年夜到处时不在家中 让妻子一人跨年 但家族新年旅行Hirone也有参与 目前事务所方面也否认二人感情危机将离婚的传闻 分享 在相关阅读别乐 拉斯维加斯 吴七龙王子文荒诞淘金搜狐娱乐训 近日 由千亿时代 柏纳辉煌 海宁文九零和出品 杨亚洲导演之导 吴七龙王子文 郭小冬王继连妹主演的电视剧别乐 拉斯维加斯举行开机仪式 别乐 拉斯维加斯作为著名导演杨 亚洲美国系列的开篇之作 讲述了一段发生在世界堵城之首 拉斯维加斯的颇具幽默荒诞 又不失传奇的故事 别举匠心中国心打造美国豪金 梦美国系列直连了 拉斯维加斯是著名导演杨 亚洲五年摩一件轻力打造的将心立作 他首次将目光对准一火 将中国梦延伸到了充满迷幻色彩的渡城 拉斯维加斯 在那里 跨国追梦的华人 因为一个恐龙弹 进而引发了种种趣事 看似荒诞 却折射出人性最深处的复杂 星光璀璨 吴奇隆 王子文 郭小冬都城 淘金再别了 拉斯维加斯开机当天 导演杨亚洲鞋 吴奇隆 王子文等主 创共同出席 最终 吴奇隆是演混迹拉斯维加斯多年的餐厅老板 欢乐送中的小妖精王子文 则由身变成为怀出爱美国梦的80后女孩 而刚刚在少年中演大反派的郭小冬 则回归老师形象 饰演山东农民 直幼 一心想要一眼报复 其他三人组因为一颗 恐龙弹联系到义曲 阴谋 幻想 爱情 金钱 一场美国打冒险盛装上演 据悉 该剧将开启中英双鱼制作 并在全球范围 内发行 中西河比毒癖西景 逐入市场近些年来 中国电视剧出现了严重的同质化现象 面对困境 别乐 拉斯维加斯毒癖西景 将故事视角放眼全世界 多为度多层次度角度的展现奋斗 在外的国人们的生活状态 也同时将文化撞击强有力表现出来 在剧中 他们是餐厅老板 是想要报复的农民 但在生活中 他们可以是农民 是八千零九十后 是富二代 是中产阶层出身的孩子 在梦 想面前 人人平等 他们同样会面对迷茫与挣扎 诱惑与底线 他们也渴望在异国他乡寻找到真爱 种种杂柔的交锋下 全景展现中国人在美国的苦辣心酸 称得上当下电视剧市场的一枚良心耀眼 责任编辑 李志正 UK005 分享 在相关阅读